三国的历史非常让人着迷 但在各类影视作品和小说书籍的演绎下 三国的原貌逐渐被遮盖起来 很多人误把虚构当成了真实 虽然各类影视剧是根据三国历史改编的 不过两者的区别非常大 要想了解真正的三国 就得用史料来还原这段时期的面貌 三国的故事要从东汉末年的两个人开始说起 这两个人分别是曹操和刘备 曹操于公元155年生于乔县 也就是现在的安徽伯州 他的父亲名叫曹松 是宦官曹腾的养子 后世为了美化曹操的身世 把曹操祖上追溯到西汉开国功臣曹参 就连三国志这样的证实也声称曹操是汉象国曹参之后 实际上曹松和曹腾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更和曹参扒杆子打不着 比较可信的说法是 曹操的父亲原本性夏侯 过继给曹腾之后才改姓 从日后曹操与夏侯家的亲密关系来看 这种说法是比较站得住脚的 从小生于官宦家庭 曹操在物质方面非常丰盈 但由于疏于管教 致使曹操在年轻的时候十分猖狂 曹操与袁绍从小一起长大 算得上是发小 两人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一起干过抢别人新娘的够大 活脱脱一副不务正业的公子哥模样 年轻时的曹操一心想着扬名立万 当时曹操在京城为官 曹操以曹操之子的身份 可以在皇宫走动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来到宦官张让的房间 他见张让睡得正熟 便萌生了刺杀张让的念头 如果刺杀成功 不但能为国家除害 也让自己扬名立万 不巧的是 就在曹操准备下手的时候 张让突然醒来 他大声进行求救 曹操见状不妙 便仓皇离开 关于曹操刺杀张让一事 并没有被三国志收录 而是记录在 东晋史学家孙胜的 《义童杂语》中 关于曹操刺杀张让一事 可能性还是有的 只不过这次刺杀 很可能是临时起义 并不是蓄谋已久 这次刺杀举动 后来被三国演义 嫁接到董卓身上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孟德陷刀刺杀董卓 后来 张让并未追究曹操的责任 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年轻时的曹操虽然比较顽劣 但非常喜爱读书 他不喜欢读官方推荐的 《四书五经》 而是《钟爱兵法》类的书籍 随着年龄逐渐增长 曹操变得逐渐稳重起来 对于生在官宦家庭的曹操来讲 最好的出路就是入朝为官 东汉当时选拔人才的制度 是查举制和征辟制 在这种制度下 要想进入仕途 首先要拥有一定的名望 拥有名望最好的方式 便是找社会上的权威人士 给自己做一番评价 于是曹操通过家里的关系 找到了太尉乔玄 乔玄精通相面之术 他见到曹操后非常惊讶 再经过一番详谈 知道曹操是个胸怀大志的人 于是 当着众人的面称赞曹操 乔玄的赞赏 让曹操在乡里有了一定的名气 但要在世人中间获得名望 就得去找许绍 许绍是当时有名的人物评论家 他在汝南主持着一档名叫月旦平的栏目 主要是对天下的青年才俊进行评价 如果得到他的称赞 身价和名望会暴增 仕途之路就会顺畅很多 最终 曹操在许绍那里 得到了一句志士之能臣 乱士之奸雄的评价 对于这句评价 曹操十分满意 随着这句评价广泛流传 曹操也得到了足够的关注 公元174年 年满二十的曹操被举荐为孝联 进了洛阳城为狼官 曹操的父亲在京城为官 加之自身具备才华 他很快便被洛阳北部位 负责洛阳城的治安 由于洛阳是达官显贵聚集地 常年鱼龙混杂 而且他们自视身份高贵 经常不遵守当地的法令 曹操上任后 立刻严肃法纪 并对外公布 有犯禁者 不必豪强 一律放杀 起初人们以为曹操只是装装样子 后来曹操将大宦官简朔的叔叔简徒 以违反禁令的名义逮捕 并命人将其活活打死 此事让曹操声名雀起 但同时也得罪了宦官简朔 由于曹松在朝中为曹操撑腰 使得简朔并未明目张胆地报复曹操 而是将其赶出了京城 后来曹操的妹夫被宦官诛杀 曹操也受到牵连 被免去官职赶回了老家桥县 公元180年 曹操重新被启用 尽管他十分卖力地为朝廷出谋划策 但汉陵帝根本不予采纳 这让一心想施展报复的曹操有些失落 四年后 黄金起义全面爆发 朝廷急需军事人才前去镇压起义 曹操主动请英前往 并被任命为齐都尉 并跟随黄府松一起大破黄金军 立下战功后 曹操被提拔为济南下 上任济南后 曹操一心历经图治 他凭借一己之力 在济南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 纵观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腐败都是不能杜绝的 这是人性使然 曹操之所以拿腐败开刀 是想进一步积累自己的名望 反腐这件事 几千年来都没能从根源上解决 曹操发起的反腐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此时的曹操 曹操想做一个治世的能臣 但东汉已经是一艘千疮百孔的大船 无论他如何修补都无济于事 黄金起义过后 各种大大小小的起义接踵而来 不断摇晃着东汉帝国 此情此景逐渐让曹操打消了做治世能臣的想法 既然做不了能臣 那就做一个奸雄 曹操知道东汉倒下只是时间问题 他要做的就是静待时机 不久后 冀州刺史王芬等人给曹操写了一封信 他想联合曹操一起造反 废掉汉陵帝 拥立合肥侯为帝 尽管曹操有闭逆天下的梦想 不过 他还是拒绝了王芬的邀请 因为他知道 王芬并非城市之人 事情也正如曹操所料 没过多久 王芬就因为谋反而被朝廷诛杀 公元188年 汉陵帝为了制衡大将军合进 设立了西元八校尉 曹操凭借身家背景和自身 才能被任命为典军校尉 身居高位的曹操 在盼望真正的天下大乱 国家越乱 他的机会就越大 就能追求自己的霸业 与曹操一路风生水起 步步高升不同的时 三国另外一位主角刘备 还在寻求崭露头角的机会 刘备于公元161年生于桌陷 与其他帝王出生时 会显现意象不同的时 刘备出生时 并未出现特殊的景象 可能史官也懒得编撰这种谎话 很多人对刘备的印象是文弱书生 实际上 他是一个四肢非常发达的人 从小就喜欢武枪弄棒 还曾经对自己的玩伴说过 想当皇帝的话 刘备的父亲名叫刘红 是东汉的一个基层小弟 他在刘备年幼时就去世 刘备母亲为了寻求生计 只得带着刘备织草席卖草鞋为生 刘备的这段经历 也时常被对手拿出来调侃 刘备之所以能改变命运 有母功不可没 在刘备15岁那年 刘备决定让他外出求学 不要再围着草鞋摊子打转 于是 刘备带着母亲的期盼 走上了求学之路 虽说此时的刘备身处社会底层 但他的父亲有过当官的经历 使得有人能为他引荐名师 刘备的老师便是九江太守如职 与刘备一同学习的 还有辽西人公孙赞 以及堂兄刘德燃 如今 很多创业者经常拿刘备的草根经历 来勉励自己 实际上 刘备根本算不上草根 能败在卢职这样的大家门下 岂是一般草根能做得到的 卢职是当事名士 但刘备在求学期间 并未获得学问上的提升 而是借助卢职的平台 和一众顽固子弟玩到了一起 刘备求学之前 有母将多年卖鞋的积蓄 全部给了他 但这些钱根本不够 刘备维持在上流社会的开销 为了继续经营自己的豪爽形象 刘备开始向同窗好友 公孙赞借钱 公孙赞家境殷实 他也非常欣赏刘备 便借钱给他 不过刘备的花销实在太大 后来便不好意思向公孙赞开口 但刘备还想继续和这群 玩裤子弟玩 于是 写信给刘德燃的父亲 也就是他的叔叔刘元起 他在信中表示 由于平时学习过于刻苦 学习用品用量很大 之前的积蓄已经花完了 希望刘元起能赞助一些 刘元起比较看好刘备 又见他学习如此用功 便赞助了刘备学习期间的所有开销 使得刘备能维系他的求学生涯 在求学期间 刘备一直在寻找机会干大事 但腐败的上层政治 让他根本没有机会 瓜分利益蛋糕 他心里很明白 只有天下大乱才能打破这种利益固化的状态 黄金起义的爆发让刘备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 黄金起义爆发后 刘备第一时间选择募兵前去讨伐黄金军 此时 关羽 张飞二人 已经陪伴在刘备左右 刘关章三人的桃园三结义想必人尽皆知 张飞是刘备的老乡 而关羽是河东谢县人 也就是现在的山西运城 关羽之所以能与刘备张飞认识 是因为 他之前在老家惹上了人命官司 陶至捉现 三人因为义气相投 而结拜为义姓兄弟 桃园结义的情节 很可能是后世杜撰出来的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到了同床而寝的地步 在刘备求学期间 关章二人就已经作为刘备的侍从出现 刘备在求学期间 结识了不少江湖豪杰和商谷大户 当他决定募兵讨伐黄金军之后 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一些看好刘备能力的人 给他送来了金银马匹 有了创业启动资金后 刘备便带着规模不大的队伍 投奔到了校尉邹靖会下 被邹靖收留后 刘备就能以官方名义前去讨伐黄金军 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带着为数不多的队伍 与黄金军浴血奋战 终于为自己拼得了战功 刘备因此被任命为 中山郡安喜县县位 正式成为朝廷官员 但刘备的县位之路并不顺利 当时中山郡都游前来巡视刘备的政绩 都游不喜欢刘备 并打算以官阶来对刘备施压 起初刘备托人去疏通都游的关系 被都游拒之门外 都游打算以治理不合格之名 将刘备遣散 刘备好不容易散尽家财 浴血奋战才得到一个县位的差事 眼见都游如此仗势欺人 刘备怒从心起 命人将都游捆起来 并当众进行鞭吃 出完恶气的刘备 自知保不住官职 便留下印寿 离开了中山郡 三国演义里 把刘备鞭吃都游的情节 嫁接到了张飞身上 实际上 此事是刘备自己做的 刘备并不是小说里那般儒雅 而是一个十足的暴脾气 县位之之后 刘备一直在寻找新的机会 后来刘备在丹阳 遇到了前来募兵的朝廷都尉 吴秋毅 吴秋毅见刘关张三人武艺高强 便留他们在身边做了侍卫 在护送吴秋毅的过程中 刘备从黄金军残党中救过他的命 在吴秋毅的推荐下 刘备坐了下密县县城 重新成为了朝廷官员 不久后 又被任命为高唐县县位 由于自身能力突出 没过多久 就被提拔为县令 此时的刘备尚且不到三十岁 看起来一片前途光明 就在刘备志得意满时 黄金军残部攻克了高唐县 刘备只能选择逃跑 带着关羽张飞来到了公孙赞旗下暂居 公孙赞知道 刘备是个有能力的人 便用自己的信誉作为担保 举荐刘备做了别不司马 寄人篱下的日子 和刘备当初的设想相差甚远 不过 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处 此时的东汉帝国已经满目疮痍 大家都预料到朝廷时日无多 便开始积极拓展地盘 各地太守和刺史 逐渐有了割据一方的苗头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弱 此时 刘备上输汉灵地 让他对现在的行政制度进行改革 刘备属于汉室宗亲 他告诉汉灵地 要想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可以设立周末一职 以此来代替刺史和太守的作用 然后重用汉室宗亲到地方担任周末一职 这样就能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面对刘备的建议 汉灵地选择了同意 这项政策便是著名的废史立幕 刘备之所以提出这种建议 表面上看 是为了国家着想 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谋私利 此前 刘备一直在朝中为官 并一度做到了宗正 太常等官职 属于九卿之列 如果在太平盛世 身处九卿之列可以确保一生无鱼 但现在是乱世 皇帝昏庸不堪 奸臣宦官 霍乱朝政 朝廷即将分崩离析 在朝堂任职的风险非常大 最好的出路就是离开朝堂独具一方 刘夹见汉灵帝同意了他的建议 便主动请英担任一周末 之所以选择一周 是因为有人告知刘夹 说一周上方隐隐约约出现了一股天子之气 汉灵帝没有看透流眼背后的真实意图 以为他是为国家担惊截律 便任命他为义周末 事后证明 费使利墓是一个败笔 虽然周末弱化了次使和太守的权力 但他们的权力并未回归朝廷 而是被周末揽入手中 此举相当于把次使和太守的权力 进一步集中到一个人身上 设立周末不仅没有加强对地方的管理 反而加速了地方脱离中央的节奏 使得本已经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 根基越来越脆弱 而大将军何晋的出现 又给了东汉致命一击 何晋是何皇后同父异母的哥哥 也就是汉灵帝刘红的大舅子 当时东汉朝堂主要有两股势力在博弈 一股是以简朔和石长氏为首的宦官集团 石长氏是汉灵帝最宠幸的十二位宦官 为首的人名叫张让 汉灵帝对石长氏的宠幸 已经到了癫狂的地步 他曾表示石长氏是他的爹妈 并将朝堂之事都交给宦官打理 另一股是以何晋为首的势力 何晋是屠户出身 完全是凭借何皇后的关系 才能爬到大将军一职 虽然身居高位 但他的政治智慧和职位完全不匹配 公元189年 汉灵帝在九色的侵蚀下突然驾崩 汉灵帝死后留下了两个儿子 一个是14岁的刘汉 另一个是9岁的刘邪 汉灵帝生前并未策立太子 因此围绕刘汉和刘邪 谁来继承皇位的问题 又展开了一场争斗 刘洪死前有意让刘邪继任 并将此事告诉了宦官简朔 汉灵帝死后 简朔并未直接宣布支持刘邪登基 因为刘汉母亲和皇后的哥哥 是当朝大将军何晋 要想拥立刘邪为帝 必先解决何晋 否则 刘邪的皇帝之位就坐不安稳 为了除掉何晋 简朔以商讨策立新皇帝的名义 赵何晋进宫 打算在宫中将其杀掉 何晋此前没有在官场上混过 因此缺乏政治斗争经验 当他收到简朔的邀请后 没有过多怀疑便欣然前往 刑制半途被人告知简朔的阴谋 便火速逃离了宫中 并调集大军在皇宫外集结 以此来向简朔施压 简朔眼见计划暴露 不敢和何晋硬碰硬 便答应拥立刘邪为帝 当年四月 刘邪继位视为汉少帝 新皇帝登基 并未平息各方势力之间的争斗 各方都在伺机而动 准备给对方致命一击 刘邪继位后 何晋成为了朝堂第一人 对于当初简朔试图谋害自己一事 他始终耿耿于怀 他发誓一定要除掉简朔出一口恶气 简朔意识到形势不妙 便离开了皇宫到禁军中躲避 简朔明白 只有除掉何晋才能解除自己的危机 为此 他召集宦官集团开会 说何晋早晚会把矛头指向整个宦官集团 希望能联合石长氏共同干掉何晋 石长氏并非铁板一块 其中也有支持何晋的人 并将简朔与石长氏密谋的消息告诉了何晋 何晋得知消息后 选择先发制人 直接派兵将简朔杀死 简朔的死并未下退宦官集团 张让 赵忠等宦官 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铲除的目标 便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何晋 为了提高胜算 宦官集团打算联合太皇太后董事 由于董事形势过于冒进 早早地暴露了意图 不但没能除掉何晋 反而被何晋连根拔起 将其驱离了宫中 不久后 董事便因过度恐惧而身亡 除掉简朔和太皇太后董事之后 何晋彻底将朝政大权把持在手中 由于宦官集团长期乱政 何晋的手下纷纷建议 他应该趁机将宦官集团一网打尽 其中 左军校尉袁绍 多次建议何晋一定要尽早铲除宦官 只要杀光宦官 才能在朝堂上站得稳 在人们的不断劝说下 何晋下定决定铲除宦官 但何太后却不同意这么做 虽说何太后与何晋都是外妻 但何太后长期居于宫中 与宦官集团存在矛盾的同时 也存在共同利益 何太后与当初的斗太后想法一样 他觉得 只要杀几个宦官立威即可 没必要将他们赶尽杀绝 由于何太后反对 何晋只能暂时作罢 为了让何太后改变主意 何晋在袁绍的建议下 打算召集地方上的势力带兵来洛阳 向何太后请愿诛杀宦官 这种带兵进京请愿 实际上也是一种逼宫 为此 袁绍给何晋提供了四个人选 分别是东郡太守乔茂 吴蒙都尉丁元 大将军府苑王匡 和前将军董卓 何晋认为 袁绍这个建议比较靠谱 便将此事放在朝堂上 让大臣们讨论 对此大臣们一致表示 同意用逼宫的方式 让何太后就范 但一定不能把董卓引入洛阳 因为董卓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 把他引入洛阳等同于引狼入室 但何晋却不顾群臣的反对执意 要引入董卓 董卓收到何晋的邀请后 大喜过望 当即就点兵往洛阳奔赴 在去洛阳的路上 董卓上书给朝廷 声称此次前去 只是为了清军策杀宦官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目的 一路上 董卓命人大张旗鼓地宣扬 张让等人的罪行 为自己的洛阳之行 呐喊助威 董卓是一个狼子野心的人 此次进京 虽说是为了谋取私利 但他只是想在朝中谋求一个位置 没想过携天子令诸侯 因为和大将军何晋比起来 董卓没有优势 但何晋并没有将自己手中的牌打好 在诛杀宦官之前 事先走漏了消息 让宦官集团有了防备 当何太后听说 何晋召四路兵马进洛阳诛杀宦官后 吓得魂不守舍 为了平息事态 何太后将张让等人全部罢免 并将他们赶出宫中 后来张让托自己的儿媳 向太后说情 张让的儿媳是太后的亲妹妹 张让的儿子则是过季来的 张让让儿媳向何太后传递一个信号 只要能让他们再次回到宫中 他们愿意为大将军 合进安前马后任其差遣 何太后在妹妹的劝说下 最终又将石长士重新照进宫 何晋本来对罢免石长士一事就感到不满 因为他要的是诛杀石长士 而不仅仅是罢免 得知石长士重新入宫后 何晋便去找何太后理论 张让等人偷听了何晋与太后之间的谈话 确定何晋是铁了心要诛杀他们 石长士经过商量后决定先发制人 他们火速集结了几十个人 等何晋从何太后房间出来后 在出宫的必经之路上截住了他 此时的何晋知身一人 并未带随从侍卫 宦官见何晋落单便一起冲上去 将何晋斩杀 此时何晋的下属还在宫外等候 他们见何晋许久不出来便起了疑心 宦官见何晋的死讯很难捂住 干脆将他的头砍下来扔到外面 并大喊何晋谋反 业已扶诛 何晋的下属得到消息后大惊失色 稍作镇定后便抄起兵器杀进宫中 准备为他报仇 张让等人眼见局势失控 便裹挟太后皇帝以及陈流亡流血等人逃亡北宫 在场面陷入一片混乱的时候 袁绍扛起了杀宦官的大旗 袁绍在杀宦官这件事上有着近乎狂热的执着 他先是带人杀掉了中常室赵忠 又派人将皇宫封锁 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将宦官一个不留全部杀掉 在皇宫一片混乱期间 张让带着皇帝刘便和陈流亡流血逃跑了 董卓趁乱带着军队进入了洛阳 本来大将军何晋对朝政拥有绝对掌控权 即便不引董卓进京 也能一点点铲除宦官 他却在袁绍的窜夺下 选了一条最错误的道路 最终不但没有全部除掉宦官 自己还丢了性命 同时还让董卓捡了个大便宜 八 如今整个洛阳都落入他的手中 张让带着皇帝逃走后 如直和闽贡前去寻找他们 最后在一个渡口附近找到刘便等人 闽贡眼见张让等人还未死 于是拔出剑逼着他们自杀 张让自知在劫难逃 最终选择了投河自尽 解决完张让后 闽贡带着刘便和刘邪回到了洛阳 此时董卓已经率领大军在城北等着迎接刘便 就这样 董卓不费一兵一卒 成了秦王的首要功臣 之前何进引入的四路人马当中 只有丁元到了洛阳 但很快被董卓联合丁元的手下将其杀死 并兼并了他的军队 袁绍本想将董卓赶出洛阳 但涉于董卓的实力只能作罢 董卓入主洛阳后 先是任命自己为司空 然后废掉皇帝刘便 改立陈刘王刘邪为新皇帝 是为汉宪帝 这也是汉朝最后一位皇帝 刘邪本身资质要比刘便强太多 不但聪慧过人 遇到大事的时候还不怯弱 按理说 让刘便继续做皇帝更便于控制 但董卓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用这个举动来向世人昭示 他已经控制着整个大汉王朝 此后不久 董卓又下令将废帝刘便堵死 至此 董卓成了大汉王朝的实际掌控者 董卓在施政的时候 非常简单粗暴 从来不管弯抹角 他直接在朝堂上 和其他大臣们摊牌 如果谁不服从他的命令 一律诛杀 羌人出身的董卓 刑事风格非常残暴 在举办酒席之前 董卓会事先抓一批反对他的人 在宴席间歇的时候 当着众人的面 当场将这些人杀害 董卓将这种残暴的行为 称之为助性 入主洛阳后 董卓纵容手下的将士 在城内烧杀抢掠 金银财物 妙龄女性无一幸免 在董卓的纵容下 经营上百年的洛阳城 变成了一片废墟 强权统治势必带来反噬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无一例外 士大夫集团 虽然表面上臣服于董卓 私下里却密谋将其除掉 东郡太守乔茂 以三公的名义 发了一封讨伐董卓的席文 号召一起进京讨伐董卓 公元190年 十八路诸侯约定在酸枣汇盟 组成了关东联军 目标就是讨伐董卓 这十八路诸侯包括 沿州刺史刘代 冀州慕含复 玉州刺史孔咒 渤海太守袁绍 广陵太守张超 山阳太守袁仪 后将军袁树 河内太守王匡 吉北向报信 陈留太守张淼 萧綦校尉曹操 行军司马张扬 破鲁将军孙坚 东郡太守乔茂 北海太守孔荣 西梁太守马腾 徐州刺史陶谦 北平太守公孙赞 从账面势力上来看 关东联军汇集了东汉 几乎所有的精英 阵容十分豪华 最终在大家的推举下 袁绍成为了联军盟主 之所以推举袁绍 因为他四世三宫的背景 这个背景也被袁绍吹嘘了一辈子 只可惜袁绍是一个 言过其实的人 当初诸杀宦官集团 就体现出他谋略不足 如今 让袁绍率领这支讨伐队伍 很难发挥联军的真正实力 董卓得知 士大夫集团联合起来 讨伐自己的消息后怒不可遏 因为此前 董卓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稳定 努力讨好士大夫集团 但士大夫集团打心底里 看不上董卓 在他们眼里 董卓就是一个野蛮人 和世人不能相提并论 在十八路诸侯当中 袁绍 韩复 张淼等人的官职 都是董卓任命的 董卓以为士大夫集团 是真心和自己合作 没想到 这么快就调转枪头来对付他 感觉到被羞辱的董卓 决定展开反击 他先是将朝中与十八路诸侯 有联系的重臣斩首 然后又调派重兵 把守住洛阳外围的关口 防止洛阳被偷袭 董卓虽然野蛮 但面对群雄组成的联军 还是非常害怕 为了保住自己的成果 董卓决定迁都长安 于是 逼迫汉县帝流邪 带着文武百官 离开洛阳前往长安 在离开洛阳之前 董卓下令 对洛阳开始新一轮的抢劫 全城百姓无一幸免都遭到了劫掠 死伤百姓不计其数 最后 董卓又用一把大火 将洛阳城焚烧殆尽 然后逼迫无家可归的百姓 跟随他一起迁往长安 在这个过程中 死伤了数十万百姓 当洛阳城的惨状 传到诸侯联军内部时 作为盟主的袁绍 因为害怕董卓的凶残 而不敢主动出击 对此曹操十分愤怒 他力劝袁绍 应该主动出击攻打董卓 因为董卓已经闹得天怒人怨 此时出兵 兼具天时地利人和 而袁绍和一众诸侯 仍然没有胆量前去 曹操见状 知道这些诸侯 都是狐假虎威的人 难成大事 于是 率领手下的数千兵马 一路西进 准备和董家军正面交锋 后来 曹操在汴水与董家军遭遇 双方杀得难解难分 但曹操的人马 因为数量不占优势 而败下阵来 他率领的几千人 几乎全军覆没 就连曹操自己的坐骑 也被乱箭射死 后来 曹洪将战马让给了曹操 并跟着曹操脱离了险境 此战让曹操几乎败光了家底 当他返回酸枣大营时 袁绍等人却在饮酒作乐 曹操强忍住内心的愤怒 向袁绍等人提出新的作战方案 但袁绍对曹操的建议 仍然选择无视 而是继续与其他诸侯 高谈阔论 他祖辈的光辉历史 曹操知道 继续跟着袁绍没有希望 直骂袁绍数字不足羽谋 然后带着自己的残兵扬长而去 董家军打败曹操后 看清了诸侯联军的真面目 知道他们是一盘散沙 便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术 当和内太守王匡的军队受到攻击时 其他诸侯联军不但不来救援 反而想趁机吞并其他盟友来做大自己 为此 刘带趁机杀了乔茂 使得联军彻底变成了一种摆设 纵观这十八路诸侯联军 除了曹操满腔热血的讨伐董卓外 另外一块硬骨头则是孙坚 孙坚此前隶属于元术部下 公元一百九十年冬天 孙坚的部队在鲁阳遇到了董卓大军 当时孙坚的实力比较弱 他的军力无法和董卓相提并论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选择出门迎战 基本上等于送死 如果选择弃城而逃 可以暂时保命 但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董家军追上 面对两难的境地 孙坚摆出了一个空城计 让董家军误以为孙坚是在诱敌深入 就没有贸然攻城 孙坚因此得以解围 后来 孙坚在进军洛阳的过程中 被董卓的大将徐荣包围 因为寡不敌众而溃败 孙坚带着一小部分残兵突出重围 继续在周边招兵买马 谋求卷土重来 孙坚这种打不垮的精神 让董卓很是头疼 后来 董卓派出大将胡诊挂帅 吕布为副帅前去围剿孙坚 董卓不知道 胡诊和吕布二人之间 存在很深的矛盾 这次围剿 最终以董家军惨败告终 董卓手下大将华雄 也在此次战斗中被斩杀 孙坚也凭借此意声名大噪 不少人都慕名前来投奔 孙坚的成功让袁树寝食难安 为了制衡孙坚 袁树断了他的粮草 任其自生自灭 孙坚得知粮草被断后 连夜面见袁树 孙坚表示 自己只想讨伐董卓 除此之外别无二心 希望袁树不要被人挑拨 袁树自知理亏 加之联军需要孙坚来撑场面 便恢复了对孙坚的供应 不过这次事件 让他们二人产生了嫌隙 后来 孙坚继续对洛阳发起进攻 准备收复京都 董卓见孙坚主动前来挑战 便亲自率兵迎战 令人意外的是 董卓的亲自迎战换来了一场大败 眼见孙坚势不可挡 董卓带人仓皇出逃 孙坚最终重新进入了洛阳 此时的洛阳 已经被董卓破坏成一片废墟 为了表示对汉室的忠诚 孙坚命人整理汉室的宗庙和坟墓 在这期间 孙坚意外得到了传国玉玺 这个象征君王最高权力的玉玺 被认为是吉祥之物 孙坚得到玉玺后并未声张 妥善保管后 便带人离开了洛阳 驻扎在附近的鲁阳城四击而动 随着孙坚攻破洛阳 董卓仓皇逃往长安 这次征讨董卓的行动 暂告一段落 在这期间表现最神勇 收获最大的当属孙坚 其他诸侯在这次行动中一无所获 随着联军解散 他们也由之前的盟友变为对手 作为联军盟主的袁绍 在联军解散后变得十分慌张 因为他没能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 也没有扩充自己军队 反而因为盟主这个虚名 被董卓视为头号敌人 想到此处 他决定 必须找一块更大的地盘来立足 在袁绍看来 从董卓手中抢地盘风险太大 便将矛头指向了曾经的盟友 冀州慕韩复身上 袁绍自身能力不强 不过 韩复比袁绍更弱 让韩复这种人坐拥冀州这片附数之地 袁绍心里非常不平衡 手下谋士得知袁绍的意图后 给他献上了一个计策 他让袁绍暗中联系公孙瓒 共同列取冀州 然后再把公孙瓒攻打冀州的消息 告诉韩复 胆小的韩复得知公孙瓒 前来攻打的消息后 必定会向袁绍求援 届时便可以趁机进入冀州 将其据为己有 袁绍认为此祭甚妙 便派人前去联系公孙瓒 公孙瓒长期在北方边境 与其他游牧民族作战 军队战斗力非常强 当他收到袁绍的书信后 内心大喜 如果两人成功联手 冀州城就是囊中之物 于是便接受了袁绍的邀请 并准备点兵前往冀州 袁绍得到公孙瓒的回应后 立马派人前去游说韩复 袁绍的使者告诉韩复 如果冀州城被公孙瓒攻破 韩复的下场会非常惨 如果把冀州城让给袁绍 不但能保全性命 袁绍也会感念韩复的大度而优待他 韩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 陷入危险后变得更加盲从 面对不怀好意的袁绍 不但没有加以防范 反而将其当作救命稻草紧紧抓住 打算把冀州城拱手相让 韩复身边的谋士得知他的决定后 极力劝阻 他们告诉韩复 冀州城现在拥有几十万军队 粮食足够支撑数年 即便打不过公孙瓒 也可以选择坚守不出 不至于失去城池 鉴于袁绍大军的粮草需要冀州城来供应 现在应当以粮草供应作为筹码 让袁绍前去迎战公孙瓒 而不是将冀州城送给袁绍 韩复认为 谋士的分析合情合理 但他仍不能战胜内心的恐惧 并认为将冀州城让给袁绍 能为自己博取一个美名 于是不顾手下人的极力劝阻 派自己的儿子将印寿送给袁绍 并主动搬离官邸 迎接袁绍进城 就这样 袁绍不费一兵一卒 就拿下了复数的冀州城 公孙瓒得知被袁绍玩弄后 十分愤怒 但又无可奈何 只好放弃了攻打冀州的想法 至此 公孙瓒和袁绍之间 结下了深仇大恨 韩复归附袁绍后 袁绍任命他为奋威将军 不过这只是个虚名 韩复失势后 他的老部下 因为之前的升迁问题前来寻仇 并将韩复大儿子的双腿打断 尽管袁绍为韩复主持了公道 但他因为此事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刺激 主动要求离开冀州 前去投奔陈留太守张淼 打算带陈留安度余生 袁绍同意了他的请求 韩复到达陈留后 袁绍派使者找张淼商讨事情 韩复以为 袁绍派人前来是想唆使张淼杀他 韩复感到走投无路 最终选择了自杀 谁也没想到 曾经割据一方的诸侯最终用这种方式结束了生命 袁绍入主冀州后 韩复的老部下都纷纷投掷袁绍门下 袁绍对于这些人才都来者不拒 并给予他们高官厚禄 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名叫举兽 当初就是举兽力劝韩复不要将冀州城拱手相让 如今改投袁绍门下后 便主动为袁绍出谋划策 袁绍是一个能力不足 但志向远大的人 他向举兽请教谋徒天下的计策 举兽给了他一个精彩的答案 举兽表示 应该先灭掉黄金军 黑山军残军 然后继续往北方拓展 只要拿下幽州和燕地 就能消灭公孙瓒 届时 再武力震慑北方的戎敌 让匈奴前来俯首称臣 完成这两步后 再横扫黄河以北 合并幽州 冀州 青州 和冰州 以此为根据地做大做强 把天子和文武百官接回来 携天子以令诸侯 用朝廷的名义 向天下发号施令 逐步征讨这些不肯归负的诸侯 举兽给袁绍画了一副 清晰的目标蓝图 这张大饼也让袁绍听得十分兴奋 当即上表朝廷封举兽为奋武将军 不过 袁绍实力配不上他的野心 面对如此宏大的宏图愿景 他没有能力实现 后来与目标渐行渐远 慢慢过起了安乐土皇帝的日子 袁绍的松懈给了其他人 得以发展壮大的机会 当初曹操因讨伐董卓全军覆没后 率领残军来到了扬州 并在当地招募了一千多士兵 这样的兵力在诸侯割据的时代 根本不值一提 但曹操是一个善于发现机会 并把握机会的人 当时在民间作恶的黑山军 在魏郡东郡一带烧杀抢掠 东郡太守无力抵抗 曹操健壮便率兵前去救援 成功击退流寇属性的黑山军 并顺利进入东郡 东郡太守不想管这个烂摊子 提出将东郡拱手相让 袁绍得知此事后 做了一个顺水人情 上表朝廷让曹操做了东郡太守 就这样 曹操凭借极其微弱的代价 成为了东郡主人 获得了一块宝贵的立足之地 在得到东郡的同时 曹操也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才 他便是大名鼎鼎的巡御 巡御是影川人 是当地的门阀士族 被称为王左之才 能辅佐帝王成就霸业 董卓乱政后 巡御便辞官回家 带领宗族人员迁往冀州居住 后来袁绍占据冀州 多次请巡御出山相助 军备拒绝 后来巡御听闻曹操在东郡立足 便主动前往乡投 巡御的到来 让曹操阵营实力大增 巡御为曹操制定了 一系列战略目标和战术方案 成为曹操身边第一谋士 在巡御的帮助下 曹操彻底在东郡站稳了脚跟 并以此作为根据地 继续谋取天下 就在曹操入主东郡后 袁绍和公孙赞打了起来 之前 袁绍摆了公孙赞一刀 为此 公孙赞一直怀恨在心 但他不能以这个理由出兵袁绍 后来 公孙赞的堂弟公孙岳 在与周王战斗的过程中 被流史误伤致死 周王是袁绍的部将 因此公孙赞将堂弟的死 归咎为袁绍 并以此为借口 出兵攻打袁绍 面对公孙赞的讨伐 袁绍有点心虚 他知道公孙赞不是等贤之辈 真的动起手来 可能会两败俱伤 为他人趁乱钻了空子 于是 袁绍打算和公孙赞和解 殊不知 公孙赞的真正目的 不是为了给堂弟报仇 而是吞掉冀州城 为进一步谋取天下做准备 公元192年 公孙赞率领精锐部队 率先对袁绍发起了进攻 从实力层面来讲 公孙赞是要强于袁绍的 但袁绍手下有一员大将 名叫屈翼 屈翼根据公孙赞骑兵的作战特点 制定了一系列破敌之策 利用步兵和弩兵之间的精妙配合 将公孙赞的骑兵彻底击垮 后来 双方又来来回回进行了几次战斗 公孙赞均以失败告终 此役过后 公孙赞元气大伤 再也没有能力和袁绍抗衡 这场胜利让袁绍喜出望外 同时也让他的声望进一步提高 眼见袁绍接连取得胜利 袁绍非常不高兴 虽然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但袁绍打心底里看不起袁绍 因为袁绍的母亲是正事 袁绍的母亲只是一个小妾 按照理智 袁绍才是家族接班人 袁绍对袁绍最大的不满 源于自己一直被袁绍压过一头 此次眼见袁绍取得大胜 袁绍便邀请公孙赞和陶谦组成联盟 联合起来围剿袁绍 至此 袁氏兄弟正式宣布决裂 在此后的日子里 他们兄弟二人都想把对方置于死地 这也是三国时期各路诸侯关系的一种真实写照 大家都遵循利益至上的原则 为了利益 可以将义气抛诸脑后 诸侯间相互争斗博弈 让尼族深陷的董卓得以获得喘息之机 搬到长安后 董卓将自己封为太师 地位在各路诸侯之上 继续在长安城内实施暴政 他的行为不断地刷新下线 对不听话的朝堂大臣进行挖眼割舌处理 为了震慑对手 他还下令将投降的俘虏放到油锅烹上 在治理内政方面 董卓更是搞得一塌糊涂 他将宫内的铜器全都融化铸成钱币 致使货币贬值 百姓手中的钱急速缩水 最夸张的时候 一壶稻米卖到了几十万钱 一时间长安城内民不聊生 饿瓢遍野 对于自己的兽刑 董卓并不觉得不妥 反而认为这是自己能力的体现 更让董卓感到高兴的是 他一向忌惮的孙间 在攻打荆州的时候 被弓箭射中 最后不至身亡 一代名将就此陨落 孙间的死让董卓异常兴奋 他认为除了孙间之外 世间再没有人能对他形成威胁 殊不知 司徒王允很久之前 便密谋除掉董卓 王允近来见董卓越来越肆无忌惮 决定加快节奏 不能让董卓继续放动下去 王允明白 如果诛杀董卓失败 他就会被董卓诛杀三足 王允有诛杀董卓之心 但一直找不到突破口 就在他无从下口之际 董卓的义子吕布 主动找上门来 表示愿意为王允效劳 吕布是一个武艺高强 但底线很低的人 他之所以主动来找王允 并不是出于道义 而是自己遇到了麻烦 据《三国志》记载 吕布与董卓的小妾私通被发现 吕布担心会因此招致杀身之祸 因此主动来投奔王允 并透露出诛杀董卓的决心 后来 王允经过打探后得知 吕布和董卓之间确实存在矛盾 之前吕布因为犯了一个小错 董卓便将一个手挤 狠狠地朝吕布扔过去 差点伤及吕布的性命 如今 吕布私通董卓的爱妾 董卓肯定不会轻饶吕布 王允见吕布杀董卓的欲望很强烈 便将事先制定的诛杀董卓的计划 告诉了吕布 公元192年4月 汉县帝留邪大病出狱 在魏阳宫大摆宴席 朝廷上下的官员都要去参加 王允意识到这是个好机会 派人给董卓送去请柬 希望他能给皇帝一个面子参加宴会 董卓自视重兵在手 根本无所畏惧 便答应前往 然后 王允又把太普鲁迁 尚书扬赞 私立校尉黄婉 中廊将吕布 其都为李肃召集起来 制定诛杀董卓的详细方案 按照计划 李肃等人带着几十个亲兵 伴坐宫廷侍卫 把守皇宫大门 只要董卓迈进皇宫大门 就立刻将其诛杀 宴会那天 董卓带着吕布前去赴宴 刚踏入魏秧宫大门 李肃就下令将董卓围了起来 慌张的董卓立马喊吕布救驾 吕布趁机拿出圣旨 当众宣读董卓的罪状 然后一挤将其刺死 整个诛杀过程非常干净利落 将朝堂搞得乌烟瘴气的董卓 就此允命 三国演义 着重描写了董卓和吕布之间的恩怨 并加入了貂蝉的角色 实际上 貂蝉只是一个虚构出来的角色 历史上并不存在其人 董卓死后 皇帝下令诛杀董卓三族 家产悉数上缴国库 董卓的尸体也被拖上街暴晒 士大夫集团将能想到的最残酷的手段 都用在董卓及其家人身上 董卓死后 以王允为首的士大夫集团 重新掌握了朝政 吕布因为诛杀董卓有功被封为温侯 董卓风波过后 东汉朝堂并未迎来安宁 关于如何处置董卓留下的几十万西梁军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董卓的西梁军是一支以骑兵为主的队伍 在那个年代 骑兵的战斗力是最强的 西梁士兵都是野蛮粗暴之人 很多人都惧怕和西梁军作战 在处置西梁军仪式上 吕布主张将他们全部杀死 但王允不同意 王允准备了两个方案 一是将他们赦免 然后重新为朝廷效力 二是撤销西梁军将他们遣散 就在王允犹豫之际 吕布派李肃前去攻打董卓的女婿牛甫 结果李肃被打得惨败 吕布一怒之下将李肃斩首 尽管李肃失败 但此举让西梁军成了惊弓之鸟 士兵们以为朝廷打算清算他们 于是军中发生了叛变 牛甫被叛军杀害 他的头颅也被送到了长安 西梁军以此来向朝廷表达忠心 证明他们并无反应 请求朝廷不要因为董卓牵连到他们 王允见牛甫被杀 觉得西梁军并不像传说中那么厉害 于是拒绝了西梁军的请求 他给了西梁军两条路 要么向朝廷投降 编入其他军队 要么自行遣散 此时的西梁军仍然抱有一丝希望 觉得王允不会对他们赶尽杀绝 但随后王允做的一件事 让西梁军彻底不对王允抱有希望 在董卓当政期间 非常后代蔡庸 蔡庸是东汉非常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 也是世人的领袖和楷模 也是蔡文基的父亲 董卓当初为了拉拢士大夫集团 把蔡庸摆在非常高的位置 当蔡庸得知董卓的死讯后 在家中轻声叹息 此事传到了王允耳朵里 王允以蔡庸视董卓同党为名 将其下狱 最终蔡庸惨死在狱中 蔡庸的死在民间激起了很大的波澜 天下世人皆为之哭泣 西梁军见王允对蔡庸都如此决绝 他们作为董卓的嫡系军队 自然逃不脱被清洗的命运 西梁军领袖李雀本打算解散西梁军 让大家各自逃命 但此事被贾许阻止 贾许是董卓手下的谋士 他告诉李雀 西梁军可以打着为董卓复仇的名义 反攻长安 如果事成 可以携天子以令诸侯 如果失败 再遣散也不迟 这是一条进退游刃有余的道路 在贾许的鼓动下 李雀决定放手一搏 他集齐了十万余人的大部队 直逼长安 面对李雀前来叫阵 王允自信地认为 朝廷军队能够轻松将其击垮 于是 大开城门前去迎战 结果被西梁军打得落花流水 王允见状大惊失色 赶紧明金收兵 关闭城门选择防守 当时的长安城非常坚固 西梁军久久未能将其攻下 就在局面陷入僵持阶段时 吕布的手下出现了叛变 偷偷将城门打开 放西梁军进城 西梁军果断抓住机会 一举将长安城攻破 吕布健壮不妙 率领部下选择了逃跑 而王允不甘心失败 想奋力一搏扭转乾坤 只可惜回天乏术 最后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无路可退的王允 带着汉县帝躲到了城楼上 此时的他悔恨交加 不该把西梁军逼入绝路 但一切为时已晚 没过多久 王允和汉县帝就被李确包围 李确此行只是想诛杀王允 由着汉县帝还有用处 于是李确对汉县帝叩拜行礼 声称此次前来是为了清军策 不会伤害他 汉县帝见李确没有杀他的意思 松了一口气 不过王允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 李确抓住王允后 在汉县帝面前将他乱刀砍死 王允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给世人上演了一出聪明 反被聪明误 王允被杀后 李确接过董卓的大旗 开始了携天子以令诸侯的道路 李确把控朝政之后 开始了比董卓更疯狂的统治 至此 东汉彻底成为一团乱麻 当长安城陷入一片混乱时 其他诸侯也在相互征伐 其中 公孙瓒和袁绍斗得最为激烈 此前 公孙瓒在戒桥之战中败于袁绍 让他颜面尽尸 后来他养精蓄锐 将前来进犯祭宪的袁绍军队打得大败 歼灭袁绍军队八千多人 此次大胜让公孙瓒出了一口恶气 同时也让他被胜利冲昏头脑 结果在之后的战斗中被袁绍击败 拱手让出了幽州 后来双方发生了多次战斗 互有胜负 就在两者进入僵持阶段时 朝廷派人前来调解袁绍和公孙瓒之间的矛盾 此时 他们都已经接近弹尽两绝 便时急而下 双双选择了退兵 公孙瓒撤回渤海后 幽州牧刘虞想趁机吞并公孙瓒 此前 公孙瓒在刘虞手下当差时 两人就积累了一定的矛盾 此次刘虞对公孙瓒出兵 纯粹是基于个人层面的恩怨 公元193年 刘虞集结了十万大军前去征讨公孙瓒 刘虞出发前对外宣称 谁要能将公孙瓒的人头送上 必定给予重赏 此举实际上是在离间公孙瓒阵营 想通过这种方式 来激励士兵主动诛杀公孙瓒 此时的公孙瓒 只剩下几千人马 如果用常规战术 公孙瓒根本打不赢刘虞 为了取胜 公孙瓒选择了出其不易 大军到达前线时 公孙瓒集结了一支赶死队前去偷袭 由于刘虞大军的帐篷驻扎得非常紧密 公孙瓒选择用火攻 一把火将刘虞的大营焚烧殆尽 刘虞没想到 公孙瓒会铤而走险 眼见大营被焚烧殆尽 便集结残军逃跑 公孙瓒见势头发生了逆转 乘胜追击 最终俘获了刘虞全家老小 逼迫刘虞前来投降 刘虞为了保命选择了屈服 随后 公孙瓒将刘虞当作棋子 顺利拿下了幽州 后来 公孙瓒又给刘虞安了一个谋反的大帽子 说他与袁绍密谋推翻当今皇上 另立他人为帝 于是将刘虞诛杀 至此 幽州彻底成为公孙瓒的地盘 此前成功拿下东郡的曹操 这一次 他将目光放到了眼周 由于朝廷混乱不堪 无暇顾及黄金军渔党 使得黄金军再次发展壮大 青州一带聚集了百万之众黄金军 这百万人并非都是士兵 其中大部分都是士兵们的父母妻儿 黄金军在打仗的时候都带着家人 相当于一个移动的部落 为了扩大生存空间 黄金军准备拿下眼周作为根据地 眼周刺使刘虞得知黄金军的动向后 他认为黄金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 非常不屑一顾 准备出城迎战 在出战之前 吉北向报信建议刘虞 刘虞的谋士成功火速赶往眼周 与当地官员商讨 请曹操担任眼周牧一职 此时的曹操已经扬名天下 眼周官员也想找一位有名望 有能力的人前来主政 而曹操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经过商讨后 眼周官员最终同意迎接曹操入城 带领大家抵抗黄金军 吉北向报信也支持曹操入主眼周 就这样 曹操不费一兵一卒又拿下了眼周 将自己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 拿下眼周后 曹操联合报信 对黄金军发起了总功 在战斗中 报信为了掩护曹操不幸战死 报信的死 让曹操悲痛欲绝 他为报信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并亲自为他写了一篇记文 曹采在记文中发誓 一定会为报信报仇血恨 安葬完报信后 曹操带着愤怒 对黄金军发起了决战 曹操尽管报仇心切 但没有贸然行动 而是仔细研究黄金军的作战特点 并找出对方的命门 最终一举将其击败 击败黄金军后 曹操将其中的精锐单独编成了一支队伍 就是有名的青州兵 在随后的征讨博弈中 曹操连续打败黑山军 袁术等势力 不断夯实自身的基础 部队规模已经发展到数十万 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大诸侯 在眼周站稳脚跟的曹操 打算把父亲曹松接来眼周 写信给曹松 让他带领一家老小前来相聚 饱受战乱颠簸的曹松 接到曹操的书信后大喜 当即收拾了一百多车资重 带领全家人往眼周进发 准备在眼周安享晚年 为了保护曹松周全 曹操让泰山泰守在半路进行迎接 但曹松还没走到半路 就发生了意外 当曹松走到徐州地盘时 徐州木桃谦手下的一个部将建材起义 他唆使士兵假扮成强盗 在途中将曹松以及他的小儿子曹德斩杀 并将一百多车财物全部抢走 泰山泰守得知曹松的被杀后 大惊失色 他不敢回去跟曹操复命 害怕被曹操责怪保护不周 索性直接投靠了袁绍 曹操得知曹松的死讯后 怒不可遏 他将这一切归咎于陶谦 认为是他管理不善 才导致这出惨剧 于是率兵直取徐州 之前曹操就一直觊觎徐州 只是没有合适的借口 曹松的死正好给了他出兵的理由 公元193年 曹操率领大军一路攻城拔寨 所向披靡 为了发泄怒火 曹操在徐州等地大肆屠杀百姓 数万人被赶至四水河中溺壁 这就是曹操制造的徐州大屠杀 正所谓 新百姓苦王 百姓苦无辜的百姓 成了曹操泄愤的对象 这种场景也是三国乱世百姓 真实生活的一个缩影 公元194年 走投无路的陶谦 向公孙瓒搬救兵 公孙瓒决定施以援手 便派出手下一员大将前去支援 这员大将就是刘备 此时的刘备 担任平原县令一职 拥有一千多兵马 为了支援徐州 刘备又在当地招募了一批人马 最终凑齐了四五千人 会同公孙瓒的部将田凯 一起奔赴徐州 尽管刘备干尽十足 奈何与曹军实力相差甚远 首战以失败告终 陶谦见刘备是真心相救 便给了刘备四千士兵 刘备是一个身怀雄心大志的人 他见陶谦如此拉拢自己 认为在陶谦身上 能得到更大的利益 于是 刘备脱离了公宿赞 转而改投陶谦 作为回报 陶谦上报朝廷 封刘备我御州自使 在小配驻军 刘备的到来 只是提振了陶谦的士气 并未改变结局 不久后 曹操便率领大军 身穿高速兵临城下 大战一触即发 就在此时 曹操大后方传来不利的消息 谋视陈公和张淼等人 趁曹操出征之际 把吕布引入了城中 让吕布做了眼周幕 陈公之所以谋反 是因为曹操在眼周 杀了一批名士 这其中就包括陈公的朋友 陈公为此恼羞成怒 于是趁曹操出征之际 选择反目 陈公与曹操反目后 眼周各地陆陆续续竖起了 反曹大旗 就连曹操的留守将领 也加入了反曹队伍 这也说明 曹操在平时为人处事的时候 得罪了太多人 面对浩浩荡荡的反曹大军 巡御率领曹军积极应对 最终成功守住了 甄城、东阿和范县 得胜后的吕布 没有钱去掐断曹操的援军路线 而是领兵驻扎在蒲阳城 此举充分证明 吕布是个有勇无谋的莽夫 后来曹操及时前来支援 与吕布形成了对峙 曹操并不怕吕布 而是害怕足智多谋的陈公 为了诱使曹操进城 陈公命城中大户填事 给曹操写信 信中痛斥吕布残暴不仁 表示愿意作为内应迎接曹操入城 尽管曹操认为 这封信可能有诈 但急于打败吕布的他 选择了相信 当曹操带兵入城的时候 被事先埋伏在城中的吕布团团围住 曹操死伤惨重 曹操为了活命 换上士兵服装 在点尾等人的掩护下 才得以返回大营 负伤归来的曹操 决定将计就计 假装身亡 下令全军将士身穿搞素 并将这个消息散布到吕布那里 吕布听闻曹操身亡的消息后 大喜过望 准备一股作气拿下曹操的老巢 于是率军直奔曹营 结果中了曹操的计谋 吕布大军死伤惨重 他本人拼死立战 才得以脱身 吕布返回蒲阳后 归缩不出 局面进入到僵持阶段 经过几个月的僵持 双方粮草均已耗尽 已经出现了人吃人事件 双方都无力再战 只好各自撤兵 进入到修生养息的阶段 事情进行到这里 各路诸侯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时刻 但这种和平没有维持多久 各路诸侯都在时刻准备吞掉对方